大人哥投资周保超厉害 照例两周涨了快要四成 电影投控快要三成的涨幅 另外起机今天创下了波段新高 大人哥领先告诉你 这些AI的领头羊门 已经跌出了投资价值 你看广达今天果然就是拉了个尾盘 涨了快要有4% 那么台北股市持续的亮缩整理 但是盘面表现就如同大人哥分享的一样 资金轮动各股表现可精彩的呢 到底下一档标股在哪里呢大人哥 好 那多头可用之兵仍然之多 这个重点你要好好把握 均线深多空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9月6号星期三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我们操盘七世的创始人 我耳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呢 邀请大家哦 赶快把大人哥的Light 8 还有Token频道给加起来 我们的Light 8 ID呢 是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利用 我们的免付费帧线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直接跟大人哥联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最近我们的这个Light 8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YouTube频道呢 底下都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在留言 他说最近这个盘势比较震荡 操作起来其实会心惊惊惊 你知道吗 尤其这个成交量 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3000亿 但是个股表现又这么的活泼 让他们呢又担心又害怕又想赚 那这个时候呢 也许跟大人哥聊一聊 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哦 你看哦大人哥这两个礼拜 其实都透过了这个Light 8 跟Tilgram 跟大家分享大人哥的投资周报 里面分享给大家的很多个股 还有操作策略 是不是都一一验证了呢 另外呢也有粉丝想要问问大人哥 最近对岸啊 那个中国 哇好像动作频频 到底他们想干什么 对我们的行情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一大堆的问题 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 好德宇好大家好 周报你拿到了吗 标股你看到了吗 假设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 你还没有拿到的话 赶快把我的Light 8先加起来 因为我就说了 因为短线上面行情真的比较震荡啦 所以我把原本我们自己团队的 就是投资周报的部分 那也分享给我们的本事一起来做参考 那但是也是一样 就是请大家遵守一个原则就是 个股我告诉你 可是所谓的买卖点的部分的话 没办法跟大家做说明 因为有相关法规的限制 但是呢如果就一些 行情的方向的话 你会发现说 怎么最近跟大家讲的 你看投信加码的股票 甚至最近跟大家讲到的 怎么IC设计的半导体的股票的族群 突然都一档一档 一个族群一个族群 再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对都动起来了 对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一些 比较刚开始节目的一个重点的地方 那因为我刚刚想到了 这15字箴言也一起分享给大家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讲到你的心声 真的行情没有很差 待会跟大家做说明 可是呢或许正在看我们节目的 你散户 投资朋友们 大军们 很害怕啊 真的很怕啊 之前不是才说什么跌破颈线要崩盘了 我跟你说怎么可能 那就是一个 跌下去之后 你看到投信一直买 连续买 买了24天到昨天为止 今天的话我猜应该还在买 所以搞不好今天又要创下 连续25天买超的这样一个记录 最长连买记录了 人家在低接股票 你在那边害怕 怕 怕 然后怕的过程中 你就发现说怎么今天涨这个 然后呢明天涨那个 然后呢那个就是 投资周报里面的个股 就一档一档的去做创高 那这可能是现在目前大家的心境 在讲今天的大盘行情之前呢 你先看一下其实 目前今天的成交量 又是只有一个2722亿元 那下跌了53点 然后呢这就是我说的嘛 景线对不对 相情对不对 对 整个代单对不对 是 给跌破了对不对 嗯 跌破了很恐怖吗 不会啊 是不是跟你算过了 一根下引线 两根下引线 三根下引线 四根下引线 五根下引线之后 就转强 然后呢站上了月线 当然我务实的说 我重生再重生 提醒再提醒了 如果你有台积电 不好意思你很辛苦 如果你有红海 不好意思你很辛苦 如果你有货卫山熊 我说过了就是 前面是四个点那个熊 动物的那个熊 不是对不是高雄的熊 而是动物那种那种就是 啊 他就要辛苦嘛 那可是辛苦的过程中的话 你发现说 怎么好像蛮多的好的股票 就这样去做一个轮动上来了 那在讲行情跟个股之前的话 先回答刚刚德宇问的问题 也就是有一些粉丝朋友们 在我Lineat问我的问题说 怎么最近好像中国大陆那边 动作频频 你还记得吗 在上一次 应该不是应该说 在最近这一次 所谓的碧桂园出事 还有中融信托出事 这两个名词 你还有得听到吗 没有了 怎么突然就没声音了 是没事了吗 然后呢 你可能看一下新闻 你会发现说 有啦有啦有啦 那个碧桂园 他已经总算有付出利息 所以可以避免所谓的实质的违约 那目前这个风暴 我老实说 我务实的说 依然还在 可是我也说过了 这种风暴 不会扩大 不会是雷曼第二 不会把它扩到我们台湾来 甚至全世界 原因就是因为那是你家的事情 你中国那边 你自己要出那种房地产的问题的话 那是因为他们那边的一个调控的问题 或景气的问题 或经济的问题 所造成带来的一些衰退也好 或者像是一个就是经济 是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境之下 好啊 那万一真的有这件事情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跟大家说过了 中国的政府不会做事这件事情 做事不管 因为他们也怕 他们 哪边动乱哪边政权遭殃 对 美国要选举是不是在大撒币 台湾这边要选举 是不是这边就要撒钱 是不是要政策力多 中国那边虽然 不用选举 习近平已经做第三任了 可是呢 要不要就 要啊 所以你看今天两大报头版头条做什么 可能会比较少听我们在讲一些就是 那个政治面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经济面或者是一些 政策面真的会指引出来一些新的方向 公众商时报头版头条 图为大陆推大基金第三期 然后呢经济时报推 路充斥半导体再砸1.3兆元 那1.3兆元其实就是 人民币3000元3000亿元 那所以其实 两大报头讲的东西是 一模一样的东西 是因为那边在 传说要 聚焦所谓的晶片设备制造 然后呢要提振产业 然后要追赶美国 那这就是现在 中国大陆那边在做的官方的政策 我也说过了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抗 或相关的管制 或者相关的一些限制那种 什么什么晶片禁令的部分的话 不要担心台湾这边的台厂会受害 反而你应该反过来想说 它叫做是受贿的股票 受贿的族群 所以你看世新是不是创高 对 创意是不是创高 拉回首稳 不能说创高 等一下给你看一下 然后呢 M31今天也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 回稳降上的过程 那 智原也是我们周报的股票 所以就继续来跟大家做一个 相关的分析 好 你会发现说 怎么好像最近 你看到有一个最近热热闹闹 轰轰烈烈的新闻突然又跑出来了 手机 不是原本最坏 最糟糕 还没调整完毕的手机吗 对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联发科已经跟你说过 他看到 手机的市场 已经库存调整完毕了 所以联发科已经带领 所有的手机的族群 开出第一枪出来说 没有那么坏 然后最近你看到什么 我不是这只 这是三星的 那个暖暖包 S22 Asura 我可能 来 最近你看到什么 最近你看到的应该是 华为 初 Mate 60 Pro 这是旗舰机 对 新机旗舰机 而且 他已经突破美国那边的管制 他 他透过 中芯的7nm制程 拿到了类似5G的晶片 他的速度已经跟5G相近接近一样快了 所以呢 没关系啊 美国管制中国 中国自己推这些东西 然后呢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再来找台厂 那好 当然有大部分的零组件 都是中国大陆那边自己的零组件 可是呢你会发现说 怎么今天突然有这种股票 一根红黑棒就让上去了 而且爆大量耶天啊 对啦 因为他真的是 船 切入到华为的供应链 这个我觉得请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就是我常常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 有那种所谓的爆大量的时候的话 当然还是有一些 所谓的短线课当充课都在这边弄来弄去的 那 没关系你如果 因为滑通也是之前落后的股票 那现在如果从低档这边转强的话 你或许留意一下他这个低档的这个 这根K棒的低点这边守住的过程之中 不一定要做最高啊 可是拉回如果沿着无日均线的话 我觉得也是 也是有机会的一两个股票 因为毕竟他 传统都是乖宝宝 自由生 那只是前一阵子委屈了 因为他没跟上AI的那些领头养们 那另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怎么今天的散热的族群 也好像也开始活泼了起来 这是3017的骑鸿 那骑鸿的状况的话 其实他有AI伺服器 真的有扎扎实实 而且他准备要出一人室 那散热的部分的话 除了AI伺服器之外 也不要忘记了 他也是华为的手机的伺服器的供应链 所以今天的散热 因为华为的关系 然后你看3324的双红 5%啦 然后呢 快要来挑战前高了啦 然后呢 当行情在震荡的过程之中 就是你会发现说 怎么今天涨这种股票这种族群 然后呢明天又轮动到股票那个族群 然后呢指数的空间的话 真的是不会太多啊 你看2330的台积电 有没有动 没有涨就是没有涨 几乎就是横盘啊 对啊但是我还是跟你预告一下 因为台积电他准备要除息了 所以你可以去透过 我们之前交给大家的那个 台积电除息用股票期货除息的那个 很好用 大人哥玩股的教学单元 这个这个这个 大人哥玩股的教学单元 YouTube频道 你可以用这个 给你看一下 股票期货妙用大 用这一招可以抢赚台积电的除息行情 甚或是用股票期货去结税和节省二代健保 补充保费 那是大人哥玩股系列里面交给大家的 然后另外的话下半段的聚保期 也会再次跟你说 来这个影片连结在这边 也会告诉你说 其实台子期货 是可以让你灵活多空双向操作的 又可以投机 又可以避险的好用的工具 所以请你把我们的YouTube频道 把它订阅起来 然后把它很多的 免费的内容把它看回去 像这个大人哥软实力 那三集都很重要 所以YouTube 然后呢LineActor 然后呢Telegram 都务必要来做加入的这样一个动作 先借我再小小的一分钟的行销时间 因为你在别的地方 都要付钱的东西 在我这边免费给你看到保 所以这是 我觉得可以跟帮大家多一点的地方 我们会帮大家继续努力 所以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好啊 就算真的美国跟中国 之前有什么样的纠纷 有什么样纷纷扰扰的话 台湾这边台厂这边 我们绝对是受惠者啊 3661的四星ky 当然他今天还在跟 那个信华去做比价 我也说过这件事情叫做是 或许我在讲 你会觉得取高贺寡 因为这么贵 一张要260万的股王跟股后 那你可能不一定买得起 当然你买得起 或者你愿意买零股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他们的比价的过程 那就算是你没有在做所谓的股王 或千金的时候你也可以关注他们整个族群啊 你看信华在动的时候 IC设计是不是在跟着动 周报的通家 当然今天高档去做一个拉回 可是这也是短信中的标股中的标股 那4922普瑞KY 我很务实的说老实说他 普瑞KY是比较难操作的股票 因为他的股性 有点 可能后面的大股东不太愿意给标涨 所以你就发现说好像动个两根就休息一下 然后拉回之后又有买盘 所以普瑞KY你自己参考一下 这就不是我的周报的股票 那不过你会发现说当世新KY 然后信华再去做比价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发现说 你看啊 不错啊 创意这底部蛮漂亮的啊 因为我要给你看另外一个东西 奇迹也是周报股 来3443的创意你会发现 是谁把他砍到阿呆谷的呀 投信 对啊 因为他们有不得不砍的压力啊 可是当他底部渐渐打完的时候 是谁又给他偷偷买回来的呀 又是投信啊 我跟你说有些聪明的投信真的很厉害 可是有一些追高杀地的投信的话 真的是也不能怪他啦 因为他们真的是 还是有一些所谓的风控的内规 所以不一定是跟着投信买卖 你可能要还是要多看我们节目 你才可以知道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 那另外的话他今天创意上涨0.69% 对不对 6643的M31 有没有上涨了3.62% 他已经领先重新回来到月线和季线之上 而且看起来这也是谁在买 怎么又是投信啊 你怎么就觉得说好像最近的那个外资 可能那个卖压比较渐渐趋缓了 可是你要他能够积极的买超的话 很辛苦呢 你看这是谁 红海 100块附近的红海 我认为这边叫做低档有限 可是每次一涨上去的时候 我认为他都是一个 比较不是那么理想的个股 所以大牛股 全支股 尤其是外资提款的个股的话 请你自己小心一点点 但是你会发现说 哎 不错啊 你看像今天资源也涨上去了 今天盘中涨3% 然后今天的话是收盘涨2.8% 那这就是像一种所谓的 现行打完底部整理完毕之后 的那种整个代单的感觉 有没有 快要顺水推舟的感觉 我觉得你自己关注一下这场个股 那这个个股的话也是我们的 周报的两周 都选给大家的股票 你自己去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那如果有骗你的话我随便输你 因为你可以透过我的lient 免费取得这个资讯 所以有上万个人 就是眼睛张大大的盯着我的节目看 你知道吗 所以我真的不会跟你们天天涨停板 但是我也跟你说 我有给你就是给你 那没有给你的话 我也不会给你凑乱盖 好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大盘的方向 叫做是没有方向 可是在个股轮动的过程的话 超级棒 继续看下去 昨天前天看我的节目的标题 跟内容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说过了吗 AI的第一波的领头羊 他们闷闷的 那闷闷的原因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可能在等那个所谓的8月份的营收 不一定会很好看的营收 我老实说 因为他们真的出货应该是出在第四季 就是从可能从9月开始到明年 所以如果8月份的营收 在8月10号之前要公布出来 而且这个营收可能是 不是那么好看的营收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 会不会有人先跑 会不会有人先怕 会不会有人先卖 可是卖过之后 跌过之后 然后你看广达今天是不是从 守住月线 然后上涨了3.67% 那昨天我去参加就是本大哥的节目 然后财经知名专家 木华先生的节目的时候 他的那个聊天室也是开启的 我就跟你说 我自己在办 持股见诊的时候 一缸子人问我伪创 然后去他那边的时候 又一缸子人问我伪创 伪创伪创伪创 广达的这样子一个现象发生 那技嘉的话 短线上面比较麻烦一点 是因为他有 所谓的被动式的基金 在去做调整 因为他被纳入到00878 可是我相信 还是会有一些基金去 或者像是一些 想吃豆腐的人 去做基金买进 他去倒出来这样的动作 所以在调整的过程之中 他的股价会比较难去做捉摩 但是你也会发现说 季限也守住 所以拉回的过程中 用量缩的方式去做守住 所以领头羊可能会在这边 去做一个有机会回稳的过程 那另外你就会发现说 周报 是不是有跟大家说过了 现在就是跟你讲 有好的个股 去做一个轮动的过程之中 那我们交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的 两个礼拜以来的周报的股票 我顺便给你点一下 来3548的照例 顺便跟你说 照例其实它也是华为的供应链 它也是 只是 它是供应 主要供应是在华为的折叠机的轴承上面 那就会想像空间了 既然Mate 60 Pro卖得这么好 会不会华为又推一支5G的折叠机 到时候又是照例去拿 有想像空间 所以你看有没有就是这样子 咚咚咚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 这是几根 这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8月27号 来分享给大家的 投信的加码的股票的第二档 那第一档的话是 那个3163的波罗威 那波罗威的话也是我两个礼拜 那你只要谨守好 当市场上面可能跟你恐吓你的时候 你就担心不要害怕 但是在操作面的时候的话 你还是要做好所谓的 拉回手稳不追高 那这边绝对不会再叫你去做 追照例的动作了 可是你看很多的股票都还在 转强守住支撑 继续往上去做创高 这也是上礼拜的 6285的奇迹 为什么我说过奇迹 为什么我说过网通 为什么我说过光通讯 就是因为要选举到了啊 那拜登又要撒币啊 我们台湾也要撒币啊 就是这是政策上面考量 一定要做的事情 而且现在的拜登是有危机的拜登 所以他接下来的动作会更大 所以他救民调 救声望的那个动作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些 撒更多钱吗 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这种个股的话 你自己参考一下 那另外的话 3715的电影投控 你看 这也是上个礼拜送给大家的 这是在大户筹码集中的第三档 你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这些都是骗不了人的 就绝对在这里面 那上礼拜讲完了 那这礼拜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堆好的股票啊 你看喔 8081的智新 是不是创高 对 然后呢 翔硕今天是首评盘啦 大概小点一点点 可是你看也是底部转强了 那这也是IC设计啊 那我刚刚不是也跟大家说过了 那个3035的智原 今天也涨快3% 所以很多的股票 都在这边去做一个轮动轮动再轮动 趙鹤我是不是刚刚有讲 我忘记了 没关系 反正就是 大家都在看啊 大家都在看我们节目啊 好 回归到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到目前为止 但是我还是用这样的观念送给大家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个手势太快 比错 比错张数 行情不会差啦 但是散户很害怕 可是呢你看到是什么 好鼓轮掌上 对啊 但我没有跟你说指数会怎么动啊 指数就是不会轮动 指数它就是不会动 躺在那个月线 应该说站在月线之上 可是躺在季线之下 然后这边压缩压缩压缩 下半段再跟你讲压缩末段要怎么操作 因为聚保期 那个期货的部分更重要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跟大家讲过的一些重点 有没有 再次跟大家讲说 来 我在看什么 我不会再给你看 8月份的营收怎么办了 我不会再跟你说 现在的行情怎么那么差了 我现在在告诉你的事情是 库存调完了 我现在告诉你的事情是 连华为都出心机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告诉你的事情是 明年的景气不是衰退的 可是软着陆之后再转强向上的 转强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至少是一个温和复苏的过程 所以站得更高 请跟着我们已经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还有就是请需要持股见诊的人的话 加入我的LINE Act 然后用080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洽询 那我还是重申一句话 指数不要想 直攻18000 2万 我会告诉你就是 创高拉回收文在上 那你该做的事情的话 就是跟着现在目前的作战行情 跟第四季的传统的旺季行情 好好跟着我们一起抢先任养 那到时候的好的股票 就会一档一档跟着上 所以需要节目 需要协助的话 你可以用LINE Act的方式 或者用080的方式 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需要持股渐渐 如果你想要太弱换墙 想要跟着大人哥一起 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抢先布局 这个法人记底作战行情 甚至是年底的大选行情 红包行情 明年的大好机会的话 邀请您现在立刻拨打 我们的免付费专线电话了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或者是直接加入 这个大人哥的LINE Act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我们 摩尔投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 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帐号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谢谢大家